這一集我們要來特別關心在美中在航太上面的競爭 我們先來看到2020年當時啊 這個嫦娥五號反樣返回任務圓滿結束之後 中國大陸在今年派出的嫦娥六號 在6月2號這一天呢 是這個登上了月球的背面 來特地做了彩樣 那麼6月4號從月球的表面做起飛之後 帶著頭腦的岩石樣本 準備返回地球成為世界第一個 完成在月球的背面 我們看到這邊彩樣並且起飛的國家 並且也在月球的背面打卡做了一個曝光 我們先來關心的是從包括了觸月彩樣 一直到我們剛剛講的放樣等等 整個過程是一條指令 怎麼看這一次嫦娥六號任務的核心 關鍵的環節 請向靖老師帶我們看 這一次在大國的一個太空競賽當中 中國大陸是否已經提升到另外一個階段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這一次嫦娥六號的任務 這個是集材料控制通信多項科技之大臣 最重要的是它是在月球的背面 它整個的任務全程是完全自主為之 這個基本上是充分地展現人工智慧的水準 這就是剛才我要呼應這個大堅獎 大堅獎說千萬不要去低估中國大陸人工智慧 已經發展到真正實用的地步 而且這一次的表現簡直是震驚世人 這個確實是整個太空事業發展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在這個整個的過程之中 有很多東西中國大陸在它的很多運用中相對低調 它沒有那種敲鑼打鼓 但是你只要能夠把它過去 你完全沒辦法控制 一直到任務結束它回來 然後回放全程發現如此順利 那就是表示 它的人工智慧那個水準 確實它的這個政經的那個程度 那我是覺得是沒有什麼好懷疑的空間 好 除了在技術上做了非常多的突破 我們也繼續的來看到這一次有一些象徵性的意義 就是因為嫦娥6號上面插了一個五星的紅旗 畫面上照片我們帶你來看 這個紅旗的部分是以來自太行山的玄武岩 當時做了一個熔岩 然後拉絲編織製作成的 那有很強烈的上面提到說有耐輔性 還有可以耐高低溫 那其實在過去嫦娥5號也曾經巡獲21年前 這個樣本是來自於粵海玄武岩 填補了美蘇當時 採樣任務的一個空白 我們這一群大簽委員來帶我們看 現在中國大陸在這個方面的進展 那另外一頭美國的部分 它其實也是批中國大陸 從地緣政治一直往太空的部分 又要去做發展 美國開始不開心了嗎 對美國來說 這是它一貫的做法 它總覺得地球都是它的 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要被它管 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是它發號司令 結果現在接著呢 它就把手伸到宇宙了 明明宇宙這麼大有這麼多的星球 有這麼大的空間 美國大概又認為宇宙也都是它的了 所以誰把手伸到宇宙去 誰往宇宙來進行探勘 都應該要得到它的同意 事實上30年前當美國聯合了 這個國際間的很多先進國家 來發展所謂的這個航天的工程的時候 他們是把中國大陸排除在外的 所以中國大陸在過去這30年 三代的航天人是靠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腳印走到今天 所以當時美國在研發太空站的時候 中國大陸並沒有得到任何的技術 結果直至今日 這個讓中國大陸很驕傲的是 中國大陸靠自己的努力 在30年後他們自己一樣可以在這個 這個航天站 太空站自己射到這個宇宙 然後外太空去了 那今天同樣的問題也是如此 就是中國大陸所有的探月任務 都是以嫦娥做代號的 所以嫦娥5號 嫦娥6號 從嫦娥1號開始 大概2007年發射上去的嫦娥1號 到現在到嫦娥6號了 所以看到嫦娥大家就不意外 這就是中國大陸的探月任務的航空器 航天器 但是我要講的是 對美國來講 美國總是希望把中國大陸卡住脖子 我覺得美國現在是用盡了各種辦法 把中國大陸形塑成為 是一個什麼 全球各民主國家的共同大帝 就像他當時去這個污名化俄羅斯 去這個醜化伊朗 都是一模一樣的做法 所以美國現在又把中國大陸這件事情 明明是一個很重要的航天科技的突破 他並沒有看到 他並不願意在這件事情上 給中國大陸任何的掌聲 他反過頭來告訴你說 這個中國大陸把手伸到了這個月球了 插一面旗 就算真的在那裡進行探月任務 怎樣月球就變成中國大陸的嗎 有這種邏輯嗎 這種話也講得通嗎 我覺得美國這種 這個慣性的 去抹黑 這個對它有競爭威脅的國家這種做法 其實在最近這些年來 其實已經沒什麼市場的效果了 那麼更不要講到說在以哈戰爭爆發之後 美國居然容忍以色列對這個巴勒斯坦人民 做那種種族滅絕的屠殺 美國都可以視若無睹了 以後美國沒有任何資格在全球去講什麼公平正義 什麼自由民主啊 所以美國這種做法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已經這個耳熟能詳也都非常習慣了 那麼它這種抹黑 就是一兩天的新聞而已 那也不也不會因為它這樣的抹黑 中國大陸就停止它未來的這個航天的研發 或者是相關的任務 那麼只是這一點就可以反映出來 美國的恐慌跟不安嘛 因為美國認為這些東西都是握在它的手上的 那麼要得到它的首肯 要得到它的默許 要得到它的施捨 這些國家才能夠得到 才應該得到這些技術 可是中國大陸沒靠它 中國大陸沒靠它 而且做得比它更好 就像剛才張金老師講的 在月球背面採樣 跟月球正面採樣 這是有很大的差別的 這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麼不管是在AI也好 在通訊技術也好 這些都要克服很多的困難 那麼如果真的這麼容易 美國早就在月球背面採了一大堆樣回來了 那麼為什麼在這件事情上它的反應這麼大 就是因為它知道這件事情 如同張金老師講 它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絕對不是採樣那麼簡單 它代表的是中國大陸在航天科技上 在AI的這個技術上 有了更高層級的突破 才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 好 延續這個大程老師 我們剛剛講到說在月球的背面採樣 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任務當中 他們還特別開了一個微博 我帳號叫做 嫦娥6號月球探測器 好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6月3號開張之後 就連發了數則貼文 然後呢 這個IP的位置顯示 是在月球喔 發文語氣也是比較活潑 然後比較人話 他說 我是嫦娥6號現在我正在月球挖土 然後放了數張月球背面的影像圖 然後說 這是我拍的月背大圖 拿走不屑 好 請雲中老師帶我們看 因為這個就是非常人性化 非常這個可愛 然後很有這個關懷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們是呼應一下 我們剛才來賓提到 美國好像都是這樣子在阻止 或是什麼感覺大陸已經趕上等等 但是也不是所有美國的人都是這樣想 事實上美國一位很有名的就是馬斯克 馬斯克他曾經這樣子分享過 他說他做電動車 他做這個SpaceX 他其實有很大 為了人類這個 永續發展生存的一個關懷跟理想 那跟這邊大陸的這個嫦娥6號 在這個月球背面去採用什麼關係 因為某方面來講 他們也正在去幫助這樣子的一個理想在實現 因為馬斯克很關懷 他認為地球一天可能會消失 可能會滅亡 那我們要找到一個人 好像以前 我們小時候在看那些星際大戰 要去找到一個新的家園 那事實上大陸他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這樣的事情呢 可是他用一種很親切很可愛的方式去呈現 但是就是一個人性關懷 一個他的這個高度是到一個我們整體人類的一個 未來的發展跟關懷 所以為什麼說即使好像全球媒體都報導 但是如果說只是把它解讀成 又是一個什麼插旗啊 或是說一個什麼野心的計畫 似乎就是把這種關懷跟格調降低了不少 是 好 除了剛剛我們特別關心到的這種擬人化的這種 網路帶動聲量的這些宣傳方式之外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接下來還有哪些計畫 那美國的部分也當然也有計畫 我們看到中國是計畫在2030年建立一個 可以運作的永久性月球基地 美國的部分剛剛其實有提到這個太空站的這個規劃 是預計2028年能夠對接月球的太空站 好現在這個進度是有一些些的落後 不過我們要來持續看到說 嫦娥6號現在做了這麼多的任務 是否能夠為未來來奠定一個月球基地的重要基礎 西方國家也非常的搶劲 這個新太空未來的競賽 各自有什麼樣子的看頭跟各自的優勢又在哪裡 張靖老師 我想應該這樣講 我們必須要擔憂到人類所能經歷的空間 這個軍事鬥爭隨之而至 成如大前剛剛所講 美國對於很多科技的研發 一直對於中國大陸保持高度的戒心 尤其對於航太的事業而言的話 大家假如能夠記得美國有一位眾議員叫做Wolf 有一個Wolf的條款Wolf Amendment 他禁止在2011年的4月 這個就是已經通過 而且禁止所有在任何航天事業上 跟中國大陸去採取任何合作的立場 所以中國大陸第一次在月球背面去照的照片 NASA去跟他要說要這個東西 那中國大陸手一攤說對不起啊 你們的這個國會不准我們跟你交流啊 我也很樂意提供你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未來太空是不是戰場 其實早早就是戰場 但中國大陸會不會去 不惜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展現場